快递外包装检出阳性 还会传染人吗 11月15日 据媒体报道 北京中关森街道 街道海电疾控中心通报 科员社区居民一建内蒙古自治区西陵郭勒蒙 发出的快递物品外包装检测结果为阳性 事情详情是这样的 一时间 舆论哗然 半个月前收到的快递居然呈阳性 病毒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 能在快递表面生存多久 还会传染人吗 来自医区的快递包装外 表面大概率会带有新冠病毒 毕竟新冠病毒感染者会通过多种途径外排病毒 但经过远距离和长时间运输 存在死病毒的可能性较大 活病毒的几率很小 16日 南方医科大学生物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赵卫教授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但因为是死病毒没有活性 一般来讲不具备传染性 公众对此大可不必过度恐慌 海电区疾控中心方面称 检测出包裹内包装的无防固带 新冠病毒基因片对阳性 只能证明这个包裹曾经被新冠病毒污染过 包裹上的病毒究竟是否有活性 是否有传染性 无法凭基因片段检测得出结论 赵卫解释 新冠病毒对高温和干燥敏感 一般来讲 在印刷品和保纸表面 三小时后即检测不到有活性的病毒了 而在医务表面 病毒可以存活两天 在不锈钢表面 可以存活七天 在它看来 更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冷冽运输的物品 三轮于上附着的新冠病毒 在四摄氏度存活时间至少十天 二十五摄氏度时存活两天 两种温度条件下 病毒低度随着时间延长均不断下降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